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石穹林 发秀作为一门古老而珍贵的民间工艺 它质感独特 层次分明 色彩淡雅 由于使用人的头发代替丝线 发秀不退颜色 可以经久保存极具收藏价值 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正是温州发秀的传承人孟永国 孟永国为何与发秀结缘 面对激进失传的发秀记忆 孟永国如何让他焕发新的生机呢 一针一线 金是匠心 一起一落 都是历练 青丝寸心 尽负秀中 2011年 温州发秀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而孟永国正是温州发秀的传承人 我们区别于其他刺绣就在材料 用人的头发 一般的我们这个头发来讲呢 可以说是人精神和元气的凝聚体 它胎毛的时候就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所以头发带有父母亲的生命信息 发秀虽然历史久远 但是流传下来的佳作却没有几件 据记载 现存于世的最早发秀作品 是南宋刘安所秀的东方硕像 因为东方硕像的效果很像墨绘 所以发秀又被称为墨秀 我觉得头发的黑白 就能够很容易地就构成了中国的墨缝武士 就是说跟我们的水墨很搭 就可以用到这个刺绣里面去 所以轻而易举地就能进行的这个创作 然而发秀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有所发展 到了清末之后 发秀记忆日渐衰落 温州发秀作为刺绣的一个独特秀种 它借鉴了刺绣的一些方法 但又不同于刺绣 首先是底料和发丝的选择 底料因发丝的弹性局限 大多选择比较厚实的素色针丝断面 而头发的选择更要讲究 我们材料要保持它的原增性 就不能改变 如果改变了之后 它就不是它的原来的面貌了 所以我们还要保持材料的原增性 这是基本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不断创新求变 已经从传统的单色发秀 发展成为彩色发秀 并新创做底补色法 丰富了发秀的表现形式 这得益于孟永国执着而不懈的努力 而对它影响最大的 是它的老师魏敬仙教授 上世纪六十年代 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毕业的魏敬仙 被分配到温州欧秀厂担任刺绣画稿设计 在接触欧秀的同时 魏敬仙开始对濒临失传的发秀工艺进行潜心研究 魏敬仙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 将素描明暗的手法引入发秀 以现代人物肖像为创作题材 用画 秀结合的方法 拉开了现代温州发秀的序幕 我们从传统刺绣行业的时候 大部分人基本上是会秀不会画 会画不会秀 我们的老师都是自己一边画一边秀 会能秀能画 魏敬仙擅长绣制古今中外名人发秀像 作品先后到联合国总部 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并曾作为外交国礼 受到外国领导人高度评价 就在温州发秀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 还在上大学的孟永国 认识了魏敬仙教授 也让他接触到了发秀艺术 但是要从头学起并不容易 孟永国将面临哪些困难呢 魏敬仙发秀作品 古朴典雅 精美秀丽 他把发秀古老简单的线描技艺 融入了素描的明暗手法 让发秀作品里的人物形象 表情丰富 个性鲜明 有很强的立体感 这给学习美术专业 而还是学生的孟永国 打开了新的视野 因为魏敬仙他自己也是个画家 所以他的形象的塑造 是比较讲究的 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 跟魏敬仙学习发秀 然而对于以前 从来没怎么拿过真的 孟永国来说 用头发做刺绣非常困难 力道要很均匀 不能一身一浅 一轻一重的 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表现过后 他所呈现的那些图案 有可能松紧就不太一致 事实上 我们这么粗大的男人的手 拿着这个 室友落伍的 薛花针这段面上 塑造形象 确实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一下子 很难把握 就是延老手这样的一个和弦配合 所以在施针度线过程中间 把左手的手指度 都出得像蜂窝似的 然后我们就到医务室去 不愿望我就没说 那个医生就知道我过来干什么事情了 就知道我的蜂窝 就把十几个窗口贴 这一点就放着拿出来给我 秦学加上美术功底深厚 孟永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终于磕磕绊绊地 秀出他第一幅人像发秀作品 因为在刺绣行业当中 绣人物最难的 全国从事绣人物的专家 或者人也比较少 当时我们绣出来之后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这一张总是一个完整的发绣 诞生了 1991年 为了能让发秀这一技艺 得到很好的保护 后继有人 温州师范学院 联合魏敬仙教授 成立温州市人像秀研究所 从学习美术专业的毕业生中 选取接班人 学习成绩优异的孟永国 毕业留校 被分配到当时的人像秀研究所工作 温州市人像秀研究所的成立 让温州发秀得到了迅速发展 2006年 温州师范学院与温州大学合并 成立新的温州大学 人像秀研究所 也更名为 温州市发秀研究所 一门传统工艺美术 确实需要政府 需要我们的学校去扶持 去关心 如果说这些工艺美术 让它自生自灭地 在市场上 在民间的话 可能就很难保留下来 我觉得一个学校 你不要老是在讲 我要赚钱 我要培养学生的这个创业能力 所以有些人就得要守在那里 温州大学的支持 让发秀艺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魏景仙教授 让发秀这一古老的记忆 重新焕发了新生 而孟永国 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实现了发秀 由单色到彩色的历史性转变 一直以来 温州发秀都使用 不染色的东方人头发 作为原料 选择比较单一 颜色也只有黑色 所以作品在明暗表现上 有难以避免的缺憾 这也是发秀匠人孟永国 在发秀创作中 感到非常有局限的地方 他希望将更多的色彩 引入发秀创作 但是又不能接受人工染色 孟永国应该去哪里 寻找彩色的发丝 作为原料呢 正在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偶来的机会 一个荷兰安波斯丹 艺术许悦的两位女教师 到我们这个温室院来 教学交流 当时我正好 就是有机会 就是跟那两位老师 就是有接触 所以当时凭我职业的 这个敏感性 我想这两位女士的头发 一定是我们发秀的好材料 黄颜色的头发 让孟永国眼前一亮 孟永国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用这些黄颜色的头发 创作自己喜欢的油画作品 蒙娜丽莎 觉得我通过这些头发 就能够达到跟它 像类似的效果 所以我就很想 以这个画为蓝本 就进行一次发秀的 这样的演绎 当时就开始重做 开始做 做了做了当时也很兴奋 事实上也很 还是有一点点当心 因为创新这个东西 没有样本了 一下子做到什么程度 是不知道的 孟永国兴奋地用 难得求到的黄颜色头发 经过几天几夜的绣制 当作品里 蒙娜丽莎的脸部 渐渐成型 她高兴地拿给魏敬仙看时 却被教授否定了 做了大概一个 一个头差不多 头像差不多 脸部这些都已经绣出来 做了差不多了 当时我的老师就过来了 他也出于不能的反应 做了一看 这个怎么像黄胆根一样的 不好看 老师的意见 并没有让孟永国气馁 他回去后 进行了仔细揣摩和构思 针对蒙娜丽莎原作 进行了区域划分 将绘画中的色彩规律 借鉴过来 根据黄颜色头发的色调 重新布局和规划 经过整整半年时间 孟永国的第一幅 彩色发售作品 蒙娜丽莎面试了 那么大家看了之后 这个发售觉得很漂亮 因为跟一切都不一样的 一切都是单色发售 然后这个有点黄的 有点彩色的感觉 而且他们觉得 都觉得挺好看 我看他们大家都这样 对我的作品这样肯定的话 我当时也受到很大的鼓励 也非常高兴 这幅发售作品 被老师威敬仙教授评价为 西方经典 用中国传统艺术的语言 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此后 孟永国将彩色发售 作为自己的专严方向 开启了温州发售创作 向多元化的拓展 孟永国搜集世界上 不同人种的天然发丝 进行彩色发售创作 改变了传统发售的颜色局限 使作品具有了色彩的冷暖 和色相的变化 而材料的多样 又为发售语言的创新转化 提供了可能 孟永国在之后创作新作品 爱因斯坦的时候发现 虽然发售的颜色丰富了 但传统的发售针法 就显得简单 急需改进 我发现爱因斯坦那个形象 跟蒙娜丽莎这个形象 那王曲是两种积累不同的 如果用秀蒙娜丽莎的针法 去秀爱因斯坦的效果 肯定不行 所以当时就想到 如何把爱因斯坦这样的 很有特色的 很有他自己性格的形象 也把它塑造出来 所以就想尝试去 用这种乱针的针法 乱针针法 是现代刺绣工艺家杨守玉所创 由大乱针小乱针之分 之前还没有在发售的创作中使用过 这次孟永国大胆使用乱针针法 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大乱针的方法 就是有几根头发合在一起 它的这个交叉角度就比较大 有的甚至90度 是这样 那么角度大了之后 它这种本身针法 针角的这种结构关系 就是比较复杂 但是就是这种复杂呢 就正好就是跟脸部这种小乱针 又形成对比 就是放在这两个对比当中呢 它这个跟以前的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早期发绣的针法赋予装饰性 那么孟永国这次将自由奔放 轻松随意的乱针针法运用到发绣中 就让现代发绣的针法更富有表现性 并体现出孟永国触摸生活的感受 让他找到了发绣更多的艺术语言 经过多年的创作 孟永国总结提出 硬物失真 法随心意的创作理念 让温州发绣有了自己的记忆规格 同时还对发绣题材进行了突破 从传统的人物肖像绣 扩展到了山水绣 花鸟绣等题材 同时新创作敌补色的方法 弥补了发绣色彩的局限 形成绣面色调 营造氛围 让发绣表达更为自由 走出了发绣发展的新天地 2009年 温州发绣的传承人孟永国 被授予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 在他的努力下 温州发绣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 但让孟永国隐约有些担心的是 目前跟随他从事发绣艺术的仅有六七个人 对于一门手艺来说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他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传承人的培养上 带领团队努力创新 让发绣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的审美需求 对每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 他们以身心创造的文化产品 都会形成独特的文化视角 留下不同反响的文化遗存 个体的文化创造 看似微不足道 实则极业成球 就是在众人共同的努力之下 文化精神才能得以升华宣誓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